星巴克在日本开设全新smart lounge 与一般普通门市有什么不同呢 特别会让身为上班族的你我格外心动 究竟smart lounge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焦点观点plus dear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今天的报导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5月18号 由Janice所翻译编辑 并刊登在经理人官网的文章 上班时常会发生 突然要紧急处理公事的状况 某些常常要在外面跑的工作 也很需要一个临时的地方办公 如果在这车站外 就有舒适的空间可以办公 那铁钉是上班族的福音啊 日本星巴克就和JR East合作 开设了全新的办公司概念店 smart lounge 地点就位在新潮的高轮gateway站三楼 这家星巴克装潢非常开放 有大片的落地窗 店铺面积约为184平方公尺 座位的设计一开始就是以上班族为目标 方便商务人士在此办公 在窗边有15个单人吧台式的座位 每个位置中间有金属灯柱稍微隔开 这就很适合进行不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 可以一边看着车站外的景色 如果我不想被打扰的话 店内还有6间半开放式的办公小隔间 里面附有木头桌椅、挂钩 可以自行调整两度的照明 若真的需要隐私的话 店内也有两间完全封闭的station booth 外观类似电话亭 并由日本插画家泰田响武设计涂鸦 消费者可以付费使用 只需要在门口的机器刷卡付费 时间长度则以15分钟为单位 除了店内空间设计具有巧思之外 店内的每个位置皆附插座 并提供共用的行动电源 全店WiFi服务 店内还有大张的长桌 很适合多人的开会讨论 完全是按照办公室的概念去打造设计的 这间星巴克的特色还不止如此 它是日本第一家无现金支付的商店 对日本消费市场来说是相当新颖的概念 在这里 所有的消费都需用星巴克除支卡 交通卡或是其他电子方式支付 同时也提供事前透过APP点餐的服务 让通勤的民众可以移到车站就领取咖啡 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节省忙碌的通勤族的宝贵时间 日本星巴克的商店发展部长表示 星巴克在全球共有超过1500店铺 每天服务超过80万名顾客 而在高轮Gateway车站所提供的是适合这个地点的智慧舒适体验 与大家的生活融为一体 创造前所未见的新未来城市 大家是否也开始对高轮Gateway站感到好奇呢? 其实这一站是一个很新潮的车站 今年3月才刚启用 更是日本JR East三首线49年来第一个新的车站 由日本著名设计师魏延武所设计 挑高三层楼采用大面积的玻璃设计 采光好屋顶的设计灵改更是来自于日本折子艺术 随着办公方式多元化 共用办公室的概念早已出现在世界各地 星巴克作为办公族外出的首选之地 如今把这项需求与咖啡厅直接结合起来 可以说是一大创新 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 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又方便落脚工作的地方 这样的需求是越来越多 也看见人们的工作形态与习惯已不受限的在办公室 而是借由不同环境 享受工作的乐趣与氛围 更重要的是 可以提高效率结合日常的需求 才是让消费者买单的关键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我也准备去找一间舒服的咖啡厅 安静的工作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